大家好 欢迎收看Jim & Yuki TV 我是Yuki丸子 我是阿尖 我们两个都是刚刚移民到澳洲的香港人 我们就想跟大家分享我们两年半来 透过留学的方法技术移民去澳洲的经历 我们现在看的是第四部分 这个部分就会讲我们不聚业之后申请的毕业签证 以及我们搞PR签证的经历 如果你没看过我们之前的短片 你可以在视频简介里找回之前的影片的传送门看 第一个问题 我们在澳洲不聚业了 要申请一个什么签证呢? 学生签证基本上在你毕业之后就很快到期了 你需要申请一个叫做485的毕业新签证 这个签证其实只要你在澳洲读完大学就可以申请 不需要说你要拿到RN 注册护士或者注册社工的牌照 所以万一你在毕业之前 你还没搞定你的英文 即是你Io还没拿到全契的话 拿不到牌照也不需要担心 你也可以申请到这个签证 485以前就有两年 就是给你在这里找工作和工作 因为国安法的关系 香港人就会自动由两年变成五年 之后也会有一个Pathway 给你申请PR 但条件是未知的 485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在毕业之后及早申请 因为你拿着一个五年的毕业新签证是容易找工作的 是的 因为如果你那个学生签证还有几个月到期 而你只拿着那个签证 就会难些有人给你工作了 如果你的目标是拿189或190的永久金闻签证 你差不多毕业的时候是需要做些什么呢? 如果你留学的原因其实是想移民 而你又希望申请189、190 而不是等这个五年的Pathway 那你临近毕业的时候 就是尽快完成所有影响到Skill Assessment 职业评估的事 那什么是Skill Assessment 职业评估呢? 那在第一部分有讲过 我们来留学移民是留学读一个技术 那我透过这个技术申请移民的 移民局其实就统一要求所有有兴趣移民的人 提交一个职业评估Skill Assessment 去证明他们有相应的技能 那移民局的网页其实就有列明 每一个职业是交给哪一个机构去评估的 例如我是注册护士 我的机构就是NMAC 那Social Worker呢? AASW 那究竟怎样可以申请职业评估Skill Assessment 那我们注意一下这个Skill Assessment 是和你的牌子是不一样的 例如我是注册护士 那我先完成了我注册护士的注册 那我又再申请Skill Assessment Applying for Graduate Registration with ARPRA Registration Application is online and easy We recommend that you submit your application early so we can start our assessment and it is ready to go once we have received your results 那如果好像我是一个新毕业呢 我申请Skill Assessment 就很简单 是一些Paperwork 网上申请就完成了 但是如果 可能你是有这一行的工作经验的 例如你是不终业之后一年你才申请 那你又想用这个经验来加分呢 那你做Skill Assessment 就会复杂一些了 你就需要除了提交我有个牌子 你也要提交你的粮单 和你的雇主信 去说你在这一行做了多久 那他的Skill Assessment 除了写说你是一个护士 他还会写我 你可能是有一年经验的护士 社工来说呢 我们本身在读书的时候 已经可以在社工协会 申请一个Skill Assessment 那我一直就已经本身是一个Member 那直到呢 我就做了毕业新Member 那其实社工协会一直都有我的记录 那之后呢 我要再额外呢 去和我这个社工协会 做一个for immigration purpose的Skill Assessment 那我到一筆了业 拿到我的completion letter 我就立刻去做这些paper work 那社工来说呢 我们不能网上申请的 我们全部都要print out 出来去做 然后将所有的文件 就寄去社工协会的总部 去做这个Skill Assessment 那他做完之后呢 就会用邮寄的方法 寄回一封信 告诉你结果的 我亦都简介一下 我申请Skill Assessment的流程 那我就12月左右毕业的 那其实呢 我10月头呢 就已经和我们 注册的机构 APRA 呢 递了一表 去做我的注册啦 那我11月尾呢 就完成的placement 12月头呢 就出了我所有功课的final grade 几天之后呢 我就拿到我的RN的注册啦 那我拿到RN注册呢 我就即时和NMAC 去申请Skill Assessment 那我大概是2月头呢 就拿到Skill Assessment 而我们就即时呢 就递了这个EOI啦 Skill Assessment 有一样东西很重要就是 你一定要提供了你 完成了你的Degree的证明 那所以呢 我们的placement 什么时候完成呢 什么时候拿到最后 最后的final grade 都很决定你 什么时候可以申请Skill Assessment 那如果到时你的Degree 可以自己控制 实习什么时候完成的话 就是越早越好啦 因为你越早了 Skill Assessment 你就可以越早提交你的EOI 就加入这个计分的游戏啦 那如果你好像我们那样 是Couple的话呢 其实呢 只要有一个人提交EOI 就足够的啦 那我们来说呢 就是我提交的 因为呢 我就考了CCL啦 还有呢 我也都考了英文去加分啦 那当时呢 就是用我去做主申请人的 那但是他那份Skill Assessment 其实都重要 因为呢 伴侣呢 有技术的话呢 也会有分的 好 那最后啦 我们是怎样拿到PR的呢 那我们在2020年的2月呢 就正式交了189的EOI啦 其实都没什么可以做的 只可以等啦 因为189Visa呢 这个本身是一个 斗高分的game 虽然65分呢 你就已经可以 在一个门栏进入这个game啦 但是实际需要多少分呢 你才会收到invitation呢 是不会是65分的 而且是每个月都不同啦 有可能可以去到很高啦 之前说过我们4月是见过去到95分的 那都会和你同期递申请 究竟有多少人啊 还有那个政府给了多少个名额是有关系的 那除了申请189呢 其实呢 还有190的 190呢 就是州政府 是有关系的 是有关系的 那每个州呢 都会有不同的要求的 那而你得到了呢 你都要需要留在个州里两年 那但是呢 它的分数要求相对会低一些啦 那就是说 如果你达到它的额外要求呢 那门栏呢 是比较低就可以得到PR的啦 那例如呢 那当时SA南澳呢 就是Self Australia 其实190要求呢 它是要求你GPA要过6啦 或者你要有3个月的工作经验 但是后来呢 这两个要求都改了几次的 是但是 那我们当时呢 Victoria190的要求是最简单的 那只要你是注册护士啦 没有需要工作经验 但是你提供到你是现在住在Victoria的证明呢 就可以 那那时候因为这样呢 我们2月就立即搬去Victoria啦 3月就立即进入了190的EOI啦 那4月我们就收到PR的invitation啦 那收到invitation即是怎样啦 恭喜你呀 收到invitation呢 其实就是你大半只脚呢 已经踏入了澳洲成为永久居民啦 接着下来你要做的事呢 就是根据它的指示 预备了所有的paperwork啦 那给了invitation呢 它就不会随便拒住你的申请 所以不需要担心的 除非你之前报出来的分呢是有错的 嗯 那我们当时最棘手呢 其实就是要处理香港警察的良民证啦 因为呢 他们是需要你打指模才出良民证给你的 也当时呢 因为武汉肺炎 所以就出现了很多阻滞 那我们最后呢 都在6月呢 就存齊了所有的文件呢 那又很幸运地呢 同一个月呢 我们就拿到PR 但是这件事呢 都要看下当时那个移民官有多忙啊 是的 因为有些人可能要等半年呢 所以才会处理到 因为我们跟进了我们的案子的移民官可能比较快手啦 所以我们很快收到 但是同时申请的朋友呢 他们就迟过我们才收到的 我们的housemate迟了我们一个月 是的 当然是我们是同一个日子收到invitation的 那为什么拿PR要这么赶呢 是的 可能呢 你跟我们刚刚说的东西呢 你都发现呢 我们每一个步骤呢 都好像很赶那样 上一个步骤就迫着下一个步骤做 那其实除了心急想拿到永久居民之外呢 有些实际的原因的 因为呢 他的移民政策呢 其实是常常变啦 那也都呢 Tentu是越来越收紧的 那还有呢 一个PR 都会很影响到你的工作机会的 因为呢有些工呢 他会先选择了永久居民的 比如今天呢 你只需要80分呢 就可以收到189 不然呢 明天呢 就需要85分 多5分意味着呢 你可能要重考英文士啦 即是考一个更高的成绩啦 那比如 又比如呢 今天Victoria需要护士 但是可能明天呢 他就需要这个护士 是在agecare做呢 才符合申请资格的 那所以政策真的可以说 变就变咯 所以呢 就尽早预备了所有东西 那你一笔组业就提交EOI申请 那就是最稳妥的啦 好啦 那拿了永久居民呢 我们跟大家说回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啦 我呢 就现在找到一个graduation program啦 就是一个 专给新毕业护士做的program 就可以在医院里有一个一年位置呢 就去做两个不同的病房的 这个title的年薪呢就是六万二千元 但是这个计划本身呢是建议你回零点八的 就是说呢 他不建议你回足五日 而你是回八成工 就是一个礼拜翻四日 那打了个八折之后呢 我的收入最前的年薪是五万元左右 那我本身读完social work 一直以为都应该是要找回social worker 这个title的工啦 但是其实澳洲很有趣的 你social work background 你是可以做很多不同areas的工啦 就是可能有disability children family 又有age care 又有community 就是各式各样 那当时因为去年我们 covid-19 就比较难找工啦 我2019年12月毕业的 那我过了成年呢 到现在今年1月呢 才找到一份support coordinator的工的 那不算我之前 其实去年也做过一些casual的省工 是mental health support worker 但是真的做得很少工啦 那这一份是比较稳定的 那这一份叫ndis support coordinator 就是残疾人士服务统筹员 我现在就不是回全时间的 我是回四入的part time 但是算回全时间 大概那个人年薪是六万四千五百元澳资 那这样在澳洲来说 我们就觉得做full time不是一个norm 就是不是好像香港那样 一定要打一份full time工 你才可以生存啦 工得在楼子那样 那在澳洲来说 很多不同的澳洲人 他们都有很多不同的commitment 就是譬如你臭仔 他们都会当是一个contribution来的 那所以很多人都可能会 去选择根据自己的处境 可能去选择做一些part time 或者casual 甚至是volunteer的工作 那其实就是看回自己的需求的 第四部分呢 就说到这么多了 对啦 如果你有问题或者发现了 我们有错的地方 欢迎在下面留言啦 说给我们听还想知道些什么 那我们看看会怎样再拍片 和大家分享啦 我们下条片见 拜拜 记得要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好像是有一个小钟要按的 是啦 拜拜 拜拜